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的 Metal Supplyable 2 Linears靶机系统的搭建和介绍 说到靶机是什么 对 那么我们学习安全渗透来讲 避免不了 就是必须得有靶机 没有靶机你去渗透谁 你去攻击谁 没有渗透和攻击的对象 你学一查 你怎么练习啊 对啊 对 相当一查 给你一个拇指 是吧 OK 那你像那些打靶的是吧 你不能去打真人 都有靶子 目标就这样 就练 那么安全渗透一样 我得目标 那么这个就是靶机 好的 那么我们看 那么这个Metal Supplyable 是干什么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的 它是虚拟系统 是一个特别制作 一个无帮扶扶的系统 它本身呢 它作为一个安全 工具 测试和演示 常见漏洞攻击 那么这个版本2 就是你就可以下载了 但是这个除2 还有3 还有3 对 咱们先用2 好吧 那并且比上一个版本 包含更多可利用的一些安全漏洞 漏洞 那么这个版本 它的什么 对 虚拟 虚拟系统 兼容什么 Winware V2 Blocks 和其他的信息 这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 安装起来也非常简单 非常 非常easy 好吧 那么现在呢 我就来带大家 来安装一下了 那有的同学可能说 老师 课前我没安装好 是吧 当不当光学习 一点都不当 课后 你就发上一分钟时间 就能搞定的事情 好吧 一分钟就能搞定 真的 一点都不夸张 好的 那么现在我来看 我的在哪里呢 好的 我的在这里 在这里 首先呢 我再将它解压一下 的 好的 那么 这里都是啥 同学们 看到吗 VMDK 那么虚拟文件 虚拟文件 对 我们直接打开 就可以了 对 但是还没解压完呢 对 它少文件 那么正常的一个 VMDK 那么这里有个主要的文件 是哪个文件 对 这里有VMX 主要是它 好吧 没有它 别白扯 主要是它 好 那下面我们来安装一下它 好不好 他们 OK 好的 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头 注意啊 你去打开信息机就可以了 打开信息机 那么我点在哪里 你们看清楚了吗 来我一下拉一下的啊 这 打开信息或者是文件啊 然后打开 点这个打开和这个打开信息 效果是一样的 好 同学啊 然后呢 我们来 我得先把这个机面啊 先挪过来 有很多东西不想让你们看懂 是不是 对 里边东西啊 比较多啊 看到就不太好了 对不对 好的 好的 那我来看 那么这个 看你打开这个文件夹啊 打开这个文件夹啊 你看 你看 只看到一个文件 是不是只看到一个文件呢 嗯 对 点VMX 看到啊 对 这个就是VMware 这个文件 来 当你选中它 然后打开就可以了 打开它 稍微等等 给他点时间 让他 他有点害羞啊 好吧 他今天啊 这么多人是吧 来看他啊 他有点害羞 那么他 好的 哦 那么这基本上 说是已经 现在还没运行呢 没运行呢 那么主持人开启 编辑啊 那么在开启之前 我得说 做一个操作啊 好吧 那编辑一下了 首先啊 大家说一个虚拟机来讲 那么你在正式使用它之前 你需要 比如说我们正常 做安装一个虚拟机 进行哪些配置啊 嗯 我来考考大家 你得需要进行哪些配置 你需要改什么 需要改什么 对 对 对 你搭建虚拟机的时候 你就需要做什么设置 嗯 成规的啊 成规的 好的 编辑虚拟机设置 我们来点开它啊 什么上网模式啊 内存大小啊 对吧 然后处理器的核心数啊 对吧 硬盘大小啊 对不对 但你要注意啊 这个内存 我们作为把机来讲 那么内存默认是512 你默认就可以啊 但是如果啊 如果你的电脑啊 比如说内存比较大 你也不差内存啊 也不差那个七八个内存 你直接给它七八个记 我也不介意啊 它也不介意 它没有必要 你顶多默认512 就可以顶多的给它一个记句 足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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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处理器一个也够了 硬盘八个记也够了 本身就不大 对 这个不需要 不需要什么RL经用键 它本身就是讯息文件 然后这个网络模式 然后这个网络模式啊 注意啊 你看看你的其他讯息 大家注意啊 也就是咱们装了卡拉里 深通OS 还有温7 那么如果要用桥接 都用桥接 又用Night 都用Night 好不好 对 你别等个这个Night 那个桥接了 好吧 那这里头我就用桥接 其实桥接Night有影响吗 没啥影响啊 对 只要可以往能联通 互相通信就可以啊 这里我就用桥接了 好不好 同学们 我用桥接了 它有两个网卡啊 那注意啊 这个锦主机模式 什么意思啊 只有内网才能防问 是吧 在本馆 好吧 对 这个网卡桥接就可以了啊 那么它就可以 可以和卡拉里 它可以互相通信了 因为卡拉里就是桥接的 完事之后 最重要的话可以 我愉快的来开启它 好吧 注意这部我们点哪个啊 好吧 我以复制盖讯机 点中间的 就可以了啊 对 那么我们稍微等等它啊 让它啊 在那愉快的开启 好吧 对 然后呢 我给大家笔记整理一下的啊 整理一下的啊 整个步骤 大家都清晰了吧 整个安装步骤啊 有没有没听懂的啊 是不是非常简单 很easy 比咱们去安装卡里 要简单很多很多呀 对 安装卡里可能会乱码呀 是吧 英文啊 是吧 在一个中途再出现在查查数啊 安装失败啊 但是它不会 它不会啊 注意啊 这个我们来看啊 当你打开 现在是已经开启了功了 先让你登录 让你登录 对不对 当你鼠标点进去之后 它焦点在哪里 是不是已经进去了 你鼠标就挪不出来了 你鼠标挪不出来 怎么挪出来 大家看 怎么要把鼠标的焦点挪出来呀 按Ctrl加Alt键 Ctrl加Alt键 鼠标就出来了啊 好吧 对 当你点下了 就获取焦点了啊 对 Ctrl加Alt 这个大家会啊 那这个 它的账号密码是啥啊 对 默认 那么它的普通账号和密码都是什么 嗯 MSFADMN 啊 好吧 对 那首先呢 我们要用这个普通账号进行什么 进行登录 啊 账号密码都是啥 啊 默认的 好 那么这个是让你首先得输入MSFADMN账号 对吧 然后密码是啥啊 MSFADMN 注意啊 它这个特点 你在敲的时候它密码不显示啊 Lanus就这么个特点 那不是你没输入进去 已经输入进去了 你千万不要在这纠结 我怎么敲的不出来 怎么敲的不出来 它为啥就不出来呢 我给它一选 它也不出来 对吧 它就是这样的啊 你要知道 好吧 同意吗 OK 走 回车 哎 登录进来了 当你看到这个提示符的时候 就是已经登录成功了 啊 登录成功了 好吧 它的默认的账号密码 我们可以不用去改 对吧 也比较好记 是吧 MSFADMN嘛 ADMN管理的意思啊 那么有人会说 哎 老师 那么它那个root账号密码是啥啊 对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它的root缺陷 对不对 它root缺陷是啥啊 嗯 如果它账号是啥啊 我们改一下密码 不就知道了吗 啊 好的 如何在这里去修改root的它的密码啊 嗯 对 sudo 对 那么要改密码的话 对 必须得加个sudo 啊 是吧 你得需要提权 啊 好吧 然后password 修改密码password 你要修改哪个用户呢 密码啊 root 能明白吧 对 password 修改密码password啊 tsswd 你要修改哪个用户的密码 后边跟着用户名就可以了 啊 那它提示要你输入密码 这个是谁的密码 它写得很清楚 password full 啊 谁的 msadmn呢 msfadmn 是吧 好 这个新密码是谁的密码 谁的 是普通用户的密码 还是root的密码 root吧 对 我们设计简单一点 和好 123456 回车 然后再确认 123456 回车 OK sadfury 啊 大家英文不好啊 再不好 这个sadfury 这个英文是啥意思 知道吧 是吧 成功了啊 是不是成功了 对 你英文再不好 这个最起码也得认识吧 啊 是吧 对 嗯 好的 然后呢 现在我想切换到root 这号什么 切换到什么 sut root 啊 然后注意 这个密码是谁的密码 这个密码是谁的密码 啊 root的啊 123456 回车 好的 我们看前面的提示符变了 看到没 这个变成啥了 哎 root了 好的 因为我们在后面 还需要进行一个什么 哎 IP地址的设定 那么你要有root 在root的账号下面 进行操作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然后否则你用普通账号 那么进行一些操作 修改一些文件 一步一个坎 一步一个坎 是吧 那还得多敲好几个命令 贵麻烦 是吧 对 咱们能省事就省事 因为本地嘛 啊 但是作为 如果是你生产 环境服务器来讲 是吧 最好在操作功能使用 普通用户 怎么进行操作 对吧 一些关键操作 关键性操作 在一起 是吗 对 用root去操作 啊 就为了避免出现什么 误操作就坏了 啊 好的 因为啊 我们这个把机 它的IP地址 默认是dhcp动态分配的 对吧 动态分配的 对 那比如说像我啊 我在操作的时候 就给你们在 方法打键盘的时候 我的灰色键和上面一个鞋杠 就会挨的很近 经常就容易怎么 哎 多打个鞋杠 很正常 是吧 万一你手不小心碰到delete 是吧 或者其他的键啊 造成一个不可 啊 挽回的一个操作啊 那是一个很 啊 悲痛欲绝啊 是不是啊 啊 同学们 好的 那他IP地址现在啊 1.9 是吧 对 因为我们是把机 我们以后会经常用到 对 我也不想总去啊 查看他IP 怪麻烦的 怎么办呢 我来给他设定一下 IP地址好不好 啊 可好啊 同学们 我给设定一下 IP地址可好 对 那么怎么修改 他的IP地址啊 嗯 怎么去修改啊 有人知道吗 对 OK 肯定是 啊 有人不知道 那 那么就需要什么 Root老师给你们来讲一下的 好吧 那其实和Cali差不多 一样的 啊 我们VIM工具啊 来打开什么 ETC 下吧 Networker 啊 这里也可以使用Type键补齐 好吧 Type键补齐 然后下面的Interface 这个名称是不是和Cali的例目一样 啊 进来了啊 进来了啊 让他默认啊 他这个ETI写成网卡上 DSTP什么意思啊 动态分配的 那么也就是说你每次开启这个把机啊 他的IP也可能地址都说动态真的不比一样 对 我把它改成Stick 静态的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注意 这个你要熟悉 其实你多设计之后你就能记住了 对吧 ADDRESS 它和CNOWS还不太一样啊 好吧 CNOWS IP ADDR是吧 啊 兄弟们 啊 这里头我改IP啊 那如果是桥接的 那么这个网段要和你的物理机的网段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我用180 对 我是1网段的啊 180 好吧 对 如果你也是1网段的 你尽量 不管你是什么网段的吧 你这如果是桥接模式啊 你尽量和老师设定的IP地址一样 好吧 尽量和老师一样 比如说卡利斯53 啊 那对吧 这个MATSPLAY8G是180 啊 尽量和我保持一样就可以了 好吧 OK 然后这是IP地址 然后还有直网研码 注意啊 你设定IP地址就312 啊 是吧 IP 直网研码 还有网关 这三个是必须要设置的 对吧 0 网关 getB 对吧 192.168.1.1 嗯 这就完事了 啊 完事了 对吧 然后下面我们该怎么办呢 轻轻的按一下ESC键 对吧 退出编辑模式 然后按下冒号 save 对吧 OK 冒号 WQ 保存 退出 好吧 这就完事了吗 同学们 这就完事了吗 它IP现在生效了吗 哎 我们还差什么 我们还需要进行什么操作啊 嗯 重启啥 对 关键是重启 对 重启对 关键是重启啥 重启什么 你修改啥 网卡 重启网卡 对不对 如何重启网卡 这里其实方法两种啊 是吧 啊 同学们 对吧 我们etc nit i 点 d 然后 号码给它 night work 然后 restart 对不对 直接回车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啊 同学们 是不是啊 可以吗 我回车 这样可以吗 对啊 不可以 为什么 这不是night work啊 作业 好不好 walking 啊 night walking 是不是啊 对 少个什么 ing 看 这回ok了吧 对 对啊 大家注意啊 那你看 弱子老师好快啊 特意误导你们 是吧 night walking 是吧 ok 这么大是不对的啊 要注意啊 特别要注意 你们加 为什么我要这么去操作一下呢 让你们能够加深一下机 嗯 对 好的 然后呢 我们来 查看一下ip地址 哎 肯 肯 肯 好的 那么我看ip地址变了吗 在这里头 180 有问题吗 对 ok了啊 那么ip地址已经停止完了 对 就可以了啊 好吧 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 那么我们的把机就已经成功的搭建完事了 啊 搭建完事了啊 好的 那么搭建完事了 还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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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步骤 对 我们需要干什么 我们需要干什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吧 因为我的把机可能一会儿要用 那所以我就不关机了啊 不关机好吧 对 做个快照 那有人会问了 那么什么是快照啊 谁能给我解答一下的 快照两个意思 快照这两个字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本来就中文 还咋翻译 对 说法不一样 你们的理解可也是不一样的 快照不是容易理解 备犯容易理解吧 啊 是吧 OK 对 把入图老师快照一下了 好吧 对 把入图老师快照一下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 那么点击讯机 虚拟机 是吧 然后快拍快照 快拍了 快照啊 然后你点击拍摄快照就可以了啊 点击拍摄快照啊 就可以直接拍照了啊 或者是你也可以这样啊 讯机快照 注意听啊 快照管理器啊 看到这个管理器是什么意思啊 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把机里吧 你的管理器 它就一个快照就够了 对 就算我们卡里好 渗透F里好 那么在你进行学习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能这里一堆 一堆快照 一堆备份文件 好吧 对 对 那么很多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头看啊 历史快照 比如点击快色啊 你点击当前位置 然后你拍摄 拍一下当前位置的快照 拍摄就可以了啊 我起个名啊 老爸起个名 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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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机怎么写的呢 把机 初始 环境 OK 好的 注意啊 你在做快照的时候 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 你这个名称 别给我写ABCD 这么起 啊 若多了的话 啊 都是这样 你就懵了 对吧 这个快照是啥呀 我什么时间做的呀 这个快照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啊 哎 你最好详细说明一下吧 好吧 对 把机初始环境 对 或者这个还有描述呢 不要懒 嗯 好不好啊 千万不要懒啊 拍摄就可以了啊 这就拍摄成功了啊 一般来讲 那有人会老师啊 你是关机做快照好 还是开机做快照好 习惯不一样都可以啊 没啥问题 对吧啊 那一般来讲 我都喜欢关机做快照 嗯 那有的人可以行快就快就快照 这个没啥 说到啊 都可以啊 好的 做完之后就 我们这就OK了 那这个把机就 已经搭建成功了啊 好吧 对 最后一步 千万千万要记住啊 一定要做快照 比如给自己留个备份啊 万一假 哪天你 手欠啊 万一 再把机得执行一下 RM-RF 是吧 你反正也是把你试一下的 但你没做快照 是吧 那得重新搭建 反正这个搭建也不要好搭建 是吧 也不费事 但是呢 咱们没有必要去浪费那些时间啊 好吧 咱们没有必要去浪费那些时间啊